今天来泰国家校学习看录像 这个老师在那里说了一堆泰语 一句没听懂 每人发一张纸先填写 填写完了之后开始测反应 这个与其说测反应不如说测自伤 这小伙子测试了五六遍都没有通过 要求是先踏下油门踏板 绿灯亮起过一会儿会随机出现红灯 立马松开油门踩左边的刹车 这样就算通过了 然后就开始看摩托车驾驶的一些使用方法 包括怎么扶车怎么停车 居然还有话局 我也是看不懂 表示很无奈 这个驾校的广场还相对比较大一点 经过我几轮出门抽烟回来 总算结束第一轮 敬请期待第二轮